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每首都是经典 每首红遍街头巷尾 都说 港友周慧敏 台友孟廷伟 周慧敏作为电影演员的美是有目共睹的 她在九十年代红透半边天 是很多男人的梦中情人 孟廷伟能和周慧敏齐名 不用说 孟廷伟的美也绝对是脱俗的 如今 这位月亮公主孟廷伟也过了知天命之年 在感叹时间飞逝的同时 也感叹着这些年她的那些令人惋惜的遭遇 孟廷伟1969年出生在高雄 本名叫陈秀梅 小名雅雅 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她的父母虽然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家里的气氛却一直很融洽 所以培养出孟廷伟这么温婉善良的好性格 而且极其热爱音乐 父亲对孟廷伟的要求非常严格 希望他能完成学业 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好 但是孟廷伟心中拿定主意 一定要走唱歌这条路 17岁时就利用课余时间在民歌餐厅助唱 这已成了她歌唱生涯的起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 有个商家看中了孟廷伟 想要她为陵墓机车拍广告 孟廷伟20岁的时候 因为出演了机车广告 被唱片公司相中 他们想要帮孟廷伟出唱片 将其打造成玉女行歌手 1989年 她凭借这一首《校园的消息》 传得特别快进军歌坛 第一张和第二张专辑都卖得不算好 老板认为问题出在名字上 这两张专辑用的都是孟廷伟的小名 芽芽 于是决定改用孟廷伟这个艺名试试 1990年 她用孟廷伟的艺名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 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 没想到一举在歌坛站稳了脚跟 并获得了饼干女孩的称号 1991年的第三张专辑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让她一炮而红 一举打破了台湾歌手专辑的销量记录 全亚洲达到总销量500万张 由此得到了月亮公主的称号 这首歌不夸张地说 简直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 孟廷伟爆红之后 又接连推出了《风中游朵雨》做的云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首首经典 每首都风靡两岸三地 其中专辑《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全亚洲销量直接高达1000万张 让无数人对台北充满了向往 那个时候 大街小巷 每个音像店里放的全是孟廷伟的歌 歌唱事业达到最巅峰 1994年 他出一张专辑 就能拿到100万人民币 甚至有个盗版商和他说 孟小姐 我的公司就是靠你起家的 后来 孟廷伟还曾与邓丽君 韩宝仪 苏瑞 并称为流行歌坛四大天后 可见孟廷伟当年是有多红 孟廷伟是90年代 台湾唯一能和香港四大天王 在票房上抗衡的女歌手 歌迷亲切地送她 月亮公主的爱称 她的国民初恋脸 更是为她缔造了人美歌田的形象 歌坛玉女掌门人非她莫属 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 和清纯甜淡的外表 是多少男孩的梦中情人啊 然而她这么单纯美好的女孩 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里 日子并不是那么好过的 月谈竞争异常激烈 不仅要靠实力 也要靠人气 这些所谓的人气 就得花时间上各种通告来赚取 比如上节目 叫争取站在主持人旁边的位置 可以获得更多镜头 要学会强化才有综艺效果 这些事情对孟廷伟这种对名利 并没有什么渴望 性格又比较率真的歌手来说 太难了 有一次 节目让她模仿自己的偶像潘岳云 孟廷伟本来很开心 结果到了现场 发现是要故意画大红唇 用夸张的肢体动作丑化潘岳云 孟廷伟接受不了这样的游戏规则 到了录影的时候 他只好落荒而逃 节目制作人知道此事之后 勃然大怒 表示不再接受孟廷伟和他所在公司的所有艺人 再来上自己的节目 孟廷伟的老板文廷此言 着急坏了 赶忙让孟廷伟带了礼盒登门道歉 心怀委屈的孟廷伟只能照办 然而就算这样 那位制作人还是始终没有露面 这件事之后 孟廷伟被公司血藏了半年之久 后来还是有人出来说情 这件事才算了结了 通过这件事之后 一个好朋友也指点过孟廷伟 他意识到 要好好学习和接受一些规则 才能适应以后的演绎生活 然而就在此时 接二连三地打击向他毫无征兆地袭来 先是疼爱他的哥哥出车祸去世 然后爸爸突然中风生病需要人照顾 一直温暖和睦的大家庭就像忽然散了一样 更难让他接受的是 闺蜜患癌症坚强地与命运抗争了十年 最终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世 2011年 孟廷伟的父亲也最终因病去世后 将母亲接到身边照顾 人生苦短 世事无常 孟廷伟觉得 这对他来说 是一个人生的启示 面对如此脆弱的生命 他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 2000年 31岁的孟廷伟宣布退出歌坛 去过佛修的生活 有段时间 他吃斋念佛 甚至去印度朝圣 准备叛医佛门 不过 当他从印度回来的时候 同学的一个电话 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那个同学说 他们公司有一个酒会 想请孟廷伟主持一下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是 酒会上 孟廷伟能碰到他的高中同学 张志鹏 孟廷伟一听说 能碰到张志鹏 忽然很好奇 他这么多年后 变成了什么样子 于是 孟廷伟就同意了 这一句 他的命运就改到了 张志鹏是孟廷伟的高中同学 说起来的话 算是他的初恋 所以 应该就是孟廷伟这辈子里 躲不过的一个节 回到高中时代 在孟廷伟觉得无聊的校园生活里 他报名参加了吉他社 在那里 他认识了比他小一岁的张志鹏 一个非常普通的男孩 后来 孟廷伟又发现校刊上 有一个笔名叫阿末的人 写的文章很好看 命运 此时应该就已经安排好了 他们日后的纠葛 阿末原来就是张志鹏 张志鹏画也画得很好 经常代表学校去参赛 拿第一名回来是常事 所以 也算得上是个才子吧 可惜 好不容易一年后 他们终于有了交集 孟廷伟却转学了 一别就是很多年 孟廷伟变成了月亮公主 张志鹏变成了想追求公主的渣男 彼时的张志鹏已经事业有成 自己开了公司 自酒会见面之后 张志鹏就经常找借口 约孟廷伟出来玩 孟廷伟没有拒绝他 当年种下的种子 终于开出花来 据说 孟廷伟曾经公开过自己的 择偶标准 第一 不要是生意人 第二 身形要瘦 第三 只能吃素 第四 南方要是孤儿 结果 张志鹏一条都不符合 但是 孟廷伟在张志鹏的追求下 还是在2004年嫁给了他 婚后 两人幸福美满的生活 献杀旁人 张志鹏也成为了孟廷伟的经纪人 2007年后 生下了儿子张玉 一家三口 极乐融融 然而2018年 忽然有人爆出八卦说 孟廷伟离婚的消息 张志鹏立即出来辟谣说 没有这回事 结果 孟廷伟自己发了条消息 承认2013年已经协议离婚的消息 并且感谢张志鹏能够第一时间 想到维护自己的形象 我们曾经期许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很遗憾 没有坚持走下去的人是我 感恩张志鹏 谢谢你到最后一刻 仍然尽全力保护我的名声和形象 张志鹏也深情款款地留了一大段话 大概的意思就是 自己对孟廷伟 于情未了 他们应该还有机会复合的 到这里 本应该祝福他们俩 是拿到了命运发给离婚夫妻 难得的好剧本 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然而几年后 这个好剧本就被撕了个粉碎 四年后 一个名叫张暖雅的港星 连发三篇长文 说他知道孟廷伟和张志鹏离婚的内幕 并不是网民看到的那么简单 张暖雅在他的长文里 扔下一个王诈 说孟廷伟婚内出轨 而且对象是他的助理 还比他小十二岁 张暖雅言之凿凿地指责孟廷伟 被抓现行后 频频离家出走 用停止手上的工作 来逼张志鹏离婚 而此时 曾经信誓单单要追回孟廷伟 重温冤梦的张志鹏 也忽然变脸 和张暖雅统一了战线 也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不仅呼应了张暖雅的所有说法 还控诉孟廷伟离婚时 拿走了一切财产 逼自己净身出户 顿时一时激起千层浪 玉女孟廷伟从月亮公主 变成了一个戴着面具的双面人 一向性格温顺的孟廷伟 被逼无奈后 只好顶着巨大的压力 出来否认了此事 结果张志鹏又发了一段 很长的文章 说孟廷伟完全就是 假装学佛 虚伪至极 一时间 咄咄逼人张志鹏 把孟廷伟逼到了死角 随着舆论越闹越大 孟廷伟这边 也有两位好友站出来 直言张暖雅是介入孟廷伟 张志鹏婚姻的第三者 好友的说法 与张暖雅的说法完全相反 他们指出 张志鹏在张暖雅怀孕的时候 就出轨了 双方你来我往 将将近十年的夫妻情分 撕得细碎细碎的 此时的孟廷伟 不得不拿出手机聊天记录的截图 来证明张志鹏的公司早已破产 逼着孟廷伟 大着肚子去开演唱会 从来没有抚养过孩子 却想要孩子的抚养权 张志鹏还不断地向他借钱不还 离婚后还恐吓他 逼得孟廷伟拿出验伤报告 证明张志鹏曾经暴打过他 还晒出了张志鹏手写的 暴打道歉保证书 这次的事情 主要是因为想借钱没借到 所以才开始闹事 甚至在孟廷伟父亲刚去世不久 张志鹏就给他安排了各种工作 看到这些证据时 大家不禁一片唏嘘 当年被歌迷孟奉为月亮公主的孟廷伟 居然过着这样的生活 真是令人忍不住心酸 最终还是孟廷伟的12岁的儿子站出来说 无故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是为公然侮辱罪以及诽谤罪 用轻松诙谐的文字 讲述了父亲张志鹏与张暖雅的关系 并且直接否定了孟廷伟出轨女助理的事情 反而间接确定了张志鹏暴打的事实 最终一切尘埃落定 张志鹏满盘皆输 好的婚姻互相成就 破碎的婚姻终究会两败俱伤 也让孟廷伟的形象 至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这场婚姻注定是场悲剧 失败的婚姻对她来说就像是杜劫 如今的月亮公主已过知天命之年 离婚之后八年 孟廷伟独自一人抚养14岁的儿子 近日 孟廷伟在某节目文艺晚会上 再次唱起了自己的代表作 《风中游朵雨》坐的云 52岁的孟廷伟一昧偏仙 脸上丝毫看不到年轮的痕迹 美貌依旧仿佛如少女 俨然是洞灵女神 孟廷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视频中 14岁的儿子罕见露面 14岁的张玉身穿蓝色条纹衬衫 内搭白色上衣 戴着黑色口罩 头发乌黑浓密 身形壮硕显得成熟很多 虽然她戴着口罩 但是从眉眼间还是可以看出她的样貌 与妈妈很相似 回想当年 孟廷伟22岁走红 风头无两 一晃30年过去了 她的事业的巅峰期已经过去了 但是她看起来还是神采飞扬 元气满满 只是人生本无回头路 种种都是自己的选择 所以每个人才会结局不同 悲喜皆远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